好,我們上次有提到說 折射的現象有兩種 一種就是,我們看一下 如果現在的狀態是 上面是空氣 下面是水 那我們知道這個 這個光如果打進來會怎麼樣折射呢 這邊是一條髮線 我們先畫一條髮線 好,這個光呢 它從空氣進到水中 好,我們說它會怎麼折射呢 原本的線應該是直接直直走 但是因為它進到一個 我們把空氣呢 其實它又可以成為叫做書戒指 那那個水把它叫做什麼戒指呢 密戒,就是比較緊密的戒指 對不對 那光在比較緊密的戒指 它會走得比較快 比較慢 比較慢 對不對 比較慢的話 那個折射的角度就會比較 比較小 所以 請問那個 光先從空氣進到水中 會怎麼走呢 它會偏什麼 偏向髮線 對不對 所以它會比較 角度比較小 好 那我們說什麼叫做入射角呢 入射線跟什麼 髮線的夾角 所以這邊叫入射角 我們用角I表示 那折射角是哪裡呢 那個髮線跟折射線的夾角對不對 這叫做折射角 這個R 所以呢 如果呢 角I大於角R的話 就是入射線大於折射線對不對 那光速誰叫快 空氣的就比怎樣 水還快 對不對 空氣 空氣 大於B 水 好 所以這是第一種現象 就是像 空氣到水的話呢 因為水的 光在水的 速度較慢對不對 它就會偏向髮線對不對 好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呢 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 我們說 上次我們有 我提過說 可以用個方式來解釋對不對 就是 就像說 這邊如果是 這邊如果是 柏油路 那這邊是草皮 好 那我說過這個車子 它 當有一台車子對不對 假設 有一台車子 它走這邊 好 當它是這樣行走的時候 它 因為這個 左邊的輪子會先碰到草皮對不對 就會被卡住對不對 所以它會讓它怎麼走 然後 如果你用二輪子來表示的話 它就會往 往內偏折對不對 它就會 這樣子 好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 你這個輪子已經先碰到 這輪子 這個 右輪先碰到對不對 它就會被卡住 所以它就會這樣子偏折下來 所以呢 我們說過 折射的話是因為什麼造成的 是因為光在不同的介質 會有什麼樣 速度不同 所以造成它會有偏折的現象 那 越靠近 法線代表它會越慢 這樣 你知道嗎 所以那第二種情形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種 再來比較兩種 假設是 好 比方說這邊是玻璃 玻璃如果進入到空氣中被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這邊有一道光 從玻璃照射出來 玻璃 好 我們也是一樣 先畫一條法線 好 這一條是法線 那我說因為這個是 玻璃是比較密的介質 對不對 然後進入比較酥的 它的速度會變快 對不對 所以如果是一樣的光 它呢 進入到比較酥的介質 它會怎麼樣 它角度會變得比較 比較大 它就會偏 迷法線 好 所以呢 這邊呢 我們會得到 好 這個路這個角呢 寫個角拍 這個叫進角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 反而是角拍怎麼樣 小於 角阿 對不對 那這個速度是比較快 就是 角度越大就越快 對不對 所以就是 V 空氣的速度 大於 V 玻璃的速度 好 所以一樣的道理 就可以這樣解釋 這樣了解意思嗎 好 所以 你只要知道說它的角度 比較大的 兩個相比 角度比較大的 它的速度就比較怎麼樣 就比較快 速度就比較快 這樣知道意思嗎 所以反射定律 就會告訴我們 折射定律 好 抱歉 折射定律 可以告訴我們 去相比 入射角跟折射角 如果折射角比較大 它的速度就會比較怎麼樣 比較快 這樣知道意思嗎 這只是 告訴你說怎麼判斷 哪個戒指是比較 光在哪種戒指比較快 好 那這個現象我們可以來解釋 我們來想想看 我們上次有提到說 為什麼 筷子它水裡面會好像怎麼樣 斷掉 對不對 那或者說 我們來看一下一個現象 好 我們來看一個現象 假設這水中有一塊錢壁 或是一隻魚 你把它想像一個錢壁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這邊有個人 他的眼睛在這邊 把一個人的眼睛好 好 這邊有一個人 他看這個水中的錢壁 有點可怕 好 那我們知道這個 為什麼我們可以看到水裡面有錢壁呢 因為光怎麼樣 錢壁的光 照射到你的眼睛對不對 好 進入到你的眼睛 好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好 那我們知道說其實我們眼睛看的 我們眼睛看的視線是直的對不對 是直線的 所以我們看過來的話是 我們會以為錢壁在上面喔 但是實際上錢壁的光怎麼來了 是從底下折上去對不對 所以真正的位置是在哪裡呢 在這裡 本來是在這裡 但是我們會以為在這裡 因為這個光呢 照射到你的眼睛 你以為 呃 實際光是這樣上去的 因為我們知道水到 到你的眼睛是天者對不對 但是你卻以為在這邊對不對 好 這就是 請問這是屬於什麼像呢 這是虛像 這是虛像對不對 好 因為 所以你知道嗎 我們看 我們肉眼看水裡面的東西 會覺得它比較怎麼樣 比較淺 好 比較淺 因為 因為實際的錢壁在這裡對不對 對不對 但是因為你知道嗎 這光打過來它會偏側對不對 就像這個一樣 你知道嗎 因為 空氣進到水中它會往內偏側對不對 所以 它的光實際是這樣走 但是你會以為它怎麼走 呃 你就 我們會說那個從 那個視線的反方向延伸對不對 你會以為它在這裡 可是實際上它在這裡 這樣是要意思嗎 好 這是因為折射的關係嘛 如果這邊是一個髮線的話 好 因為 這是原本視線的狀態對不對 可是它是下內片子對不對 好 所以 我們會覺得 我們如果在空氣中看水中的東西 會覺得它比較怎樣 比較淺 知道意思嗎 這個 在空氣中 像水中 看 好 那你會得到一個結果就是 物體會變淺 那請問 所以你在 你在那個 你丟那個許願池 假設那邊有很多錢幣 你看那些錢幣是真的 錢幣還是假的呢 其實它都是什麼像 其實它都是虛像 都不是真的位置喔 真的位置 再靠前面一點點 知道意思嗎 因為它 真的位置都比較深一點點 了解意思嗎 因為 因為光是這樣走的 這才是真正的光線走向 但是你會以為就是直線原生 知道嗎 所以我們看到水裡面所有的東西都是什麼像 虛像 不是真正的像喔 這樣知道意思嗎 你照鏡子也是什麼像 虛像 真正的實像只有像是那個 我們說真孔成像 那才是實像 他有了解嗎 所以 這個其實是虛像 它其實是一個 它其實是一種虛像 為什麼它是虛像 因為它是光的什麼 延伸 你知道嗎 就是實際在這裡 但是你看到是在這裡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我們看水中的物體都是虛像 好 所以好 所以結論就是 你看水裡面的魚 它覺得它比較淺 那相反的如果魚看人 它覺得比較高 比較淺 比較淺 如果魚看人會怎麼樣 魚看天空的鳥或看人 會看到什麼世界 會看到什麼世界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魚在水裡面有對不對 好 所以這是我畫它 比較淺 這是水 這是空氣 好 假設魚 知道 天空有一隻老鷹 要抓那個魚對不對 那請問那個魚 看到什麼世界 如果這邊有一隻鳥 這邊海鷗好 海鷗抓魚 好 那這邊有一隻魚 好 那魚跟我們人一樣 海鷗也是會看 也是 它也會看東西 之類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喔 魚的眼睛呢 它看過去 好 但是呢 我們知道那個視線會怎麼樣 好 魚能夠看到那個天空飛鳥 是因為天空飛鳥的光線 進到魚的眼睛 對不對 好 所以 但它是不是 它其實它並不是怎麼樣 它並不是直線對不對 它是一個偏側 對不對 所以其實它的真正的位置在哪裡 是在 因為我們知道水跟空氣來說 空氣是向外偏側 對不對 所以這個線應該要畫在這裡 好 這是實際的光線走向對不對 是不是 好 就是 這兩個角度 誰的角度比較大 應該水的角度比較小對不對 空氣的角度比較大 對不對 因為空氣比較快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它是這樣 跟那個線其實是 一樣 好 所以這個角度比較小 好 角度比較大 好 所以呢 它是這樣看到鳥 但是 它會覺得鳥在哪裡呢 就是 這個線的下後延伸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所以 它看到它也知道虛像 它以為在哪裡呢 所以 這個剛好相反 我們看到魚比較淺 但是魚看我們覺得比較怎麼樣 比較圓 比較高 所以看到虛像在這裡 好 所以呢 我們看魚變淺 魚看我們變圓 這樣子 好 所以這就是關於 還有 那為什麼筷子會折斷呢 為什麼筷子會折斷 蛤 我說 隨便的筷子看起來折斷 為什麼會看起來折斷 蛤 對 怎麼 那請問那是什麼話呢 你如果 你如果 要解釋它要怎麼解釋 請問它是向上折斷還是向下折斷 向下 向上 向下 向上 向上折斷 為什麼呢 好 這是水中嘛 對不對 那你如果 筷子 我們筷子擦到水邊長這樣對不對 這是實際的筷子 好 那你的肉也都會在這 好 那你的肉也都會在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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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一樣 它是 光是先上去 然後再貼折 那因為我們空氣中的角度的那個 折射角是比較大的 空氣中的折射角比較大 那你 你所看到的視線是 是 是向那個 延伸的 所以它其實會 它其實感覺是這樣翹起來的位置 我們看到的筷子是向上翹起來 因為也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說你會覺得 你就看那個 筷子最前面就好 它會變淺 對不對 變淺的位置 好 所以這樣這個錢幣會變淺 所以筷子變淺 就覺得它好像想上去畫這樣 好 這樣可以嗎 所以呢 課本有照片 課本是在地上 課本的話也有畫出來 看一下 好 你們看一下 課本的話 是在111頁 就是水中物體看起來 要像變淺的位置 是因為 就是折射造成 因為我們的視線是直線顏色的 所以你會以為它是比較淺的位置 OK 好 先幫我請教一下 OK 是的 是的 Shell 見 such 是 是 北京